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走到哪里,几乎都能看见奢华这两个字。 每一本时尚生活杂志都在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有关奢华的故事。 每一个商品广告都是图让你感到他要卖的商品有多奢华,于是房子是奢华的,车子是奢华的,大衣是奢华的,手表是奢华的,皮鞋也是奢华的,就连内裤也可以很奢华。 乃至于我刚刚吃过的刷羊肉,也标榜自己的用料十分奢华,本来这种东西是可以奢华不坏的,正所谓奢华奢华亦平常。 可是有一天,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列上,英国手工定制鞋的文章,作者先是不断渲染英国绅士的低调韩式,一两千字之后笔锋忽然一转。 他还是未能免俗地要大谈这些字有多奢华,并将其定位低调的奢华,然后把绅士等同于品位,再将品位等同于奢华。 许多媒体早就在奢华和品位之间画上等号了,但现在有人进一步连绅士也刮了上去。 这就让我觉得有些刺眼了,我的生活奢华不起,我的言行念离绅士甚远,可我总算读过不少传说中的英国绅士写的东西。 在我的印象中,绅士和奢华根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且看十九世纪,国绅士之间的通信,关于绅士的品位。 他们是这么说的,新新新的家普世无华,真是难得的好品位。 他是那种老派的绅士,一件大衣穿了二十年,他们会称赞一个人的朴实和稀物,低调而不张扬,却绝对不会把看得见的奢华当作品位,尤其不会把它视为绅士的品位。 对,就以一双手工制作的顶戏皮鞋来说吧,它是很贵,但它可以穿上一二十年,这里头的学问不只是它自身的质量,更是你穿它,用它的态度。 首先,你会珍惜它,所以走路的姿势是端正的,不会在街上看见什么都随便踢一脚。 其次,你愿意花点时间和心思去护理它,平常回家脱下来,不忘为它浮沉是灰,周末则悠悠闲闲的替它抹油补色,全当一种调剂身心的休息活动。 就算它有庸人,它也宁愿自己动手,所以这双鞋能够穿得久。 十年之后,它略显老太,但不复旧,看得出是经过了不错的招料,也看得出其主人对它的爱惜。 这叫做绅士,不一定喜欢昂贵的生外物,但一定不随便花钱。 招勤勿处,它的品位不在于它买了什么,而在于它的生活风格甚至为人,它拥有的物质不能说明它,它拥有物质的方式,才能达出它是个怎么样的人。 当然,一个人不能做物质的奴隶,但它的人格,性情或许可以借着物质偶尔散发出来。 简单的讲,这就是教养,教养是一个和其古老,日经天和其陌生的词啊,这个词本来才是品位的绝配。 不过,由于教养困难,奢华容易,我们今天才会把品位许给了奢华。 养空洞的,无止境的消费是遮掩教养的匮乏。 久而久之,甚至开始有人以为,英国的传统绅士皆以奢华为人生第一目标。 如果你觉得教养太过抽象,我可以为你举一些没有教养的好例子。 开着一部奔驰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觉得行人全是活该被吓死的贱民。 这是没有教养的,手上带着伯爵表,然后借最久臭骂上错菜的服务员小妹妹。 这也是没有教养的,教养不必来自家教,更不是贵族的专利。 赏心的身世,更看重后天的自我养成。 然而,如今有力奢华的招摇国士之贝多如国将之计,甘于心讯,力求品格善美帝人却己不可闻,岂不可叹。 我只不过是在北京一家火锅店,简直他用奢华而自形容自己的材料,便忍不住发出这一大堆牢骚,就自然也是没有教养的表现。 奢华和教养的分界点在哪里?一个向外,求胜,一个向内,求安,无时无刻不再和他人相比,自然就倾慕奢华,无时无刻不再要求自己进步,自然就有了奢华。 真正的奢华是内心的高尚,这不是昂贵的物品所能装饰出来的,所以如何去做一个高尚的人,这才是我们最应该要去购买的奢侈品。 当你拥有了这件专属于你的私人定制品时,你所散发出的气质,会遮挡每一件价值部分的身外之物。 在这个最美好,同时也是最物质的年代,我们都应变的物质,但这里所说的物质我们不能狭隘的只看它表面的意思,不能只想到现在的社会风气所熏陶出来的物质。 现代社会的物质更准确的理解就是梁文高老师在文章中所说的一个人的人格,性情或许可以借着物质偶尔散发出来。 简单的讲,这就是教养,如果有了教养,你的内心自然会变得高尚。 内心高尚的人,请你自信的告诉世人,你就是一件母与伦比的奢侈品。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